2024年10月12日 星期六,这一天全红蝉飞到了北京 好友王军凯热情地招待了他 而又财又爱玩的蝉宝提议一起去鬼屋玩耍 两人都戴着大口罩,王军凯还戴着一顶黑色帽子 画面神秘又充满期待 一进入鬼屋,蝉宝就一路战战兢兢 紧紧跟在小凯身后 小凯则全程淡定,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对这些恐怖场景完全免疫 他甚至还故意吓蝉宝,这可把蝉宝吓得不轻 蝉宝死拽住小凯的衣服 几番惊吓之后,差点把小凯的衣服都扯掉了 要知道,上次蝉宝和师哥一起玩的时候 就把人家的衣服扯烂了 全红蝉先后发出了四段视频 评论区瞬间涌进大量蝉宝的粉丝 以及小凯家的小螃蟹 大家都十分羡慕这两人的神仙友谊 纷纷表示下辈子一定要当奥运冠军 的确,我们的蝉宝就是优秀 所以才能和同样优秀的王军凯一起玩傻 如今的蝉宝可谓是文艺圈、体育圈两把渣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他和王军凯的这段奇妙经历 也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青春活力与珍贵友谊 一觉醒来,天都要塌了 全妹和王俊凯这突如其来的梦幻联动 瞬间让粉丝们沸腾了 10月12日 全红蝉在社交平台连发5集《鬼屋力险记》 可把粉丝们羡慕得心里酸酸的 只见他和王俊凯一行来到环球影成鬼屋 全红蝉整个过程都处于精神紧崩状态 反观王俊凯就显得坦然自若 最搞笑的就是全妹被吓得连连尖叫 总是用力拉扯着王俊凯的衣服 全妹果然是脸跳水的 这拉拽力量也是没得数 还好小凯出门穿了一件质量好的衣服 不然早都被撕扯破了 然后王俊凯突然爆梗对全妹说道 咋啦你是不是冷啊 我把衣服脱了给你穿啊 全妹惊魂未定的连忙说 不要不要 看完他们两人在鬼屋内的频繁互动 粉丝们都破房了 有些人晚上直接失眠睡不着了 感慨到原来我和王俊凯之间 差的只是一个奥运冠军 下辈子我一定要当奥运冠军 实在不行我可以到鬼屋应聘个鬼 还有网友直呼 别结束啊 五级太少再来五十级 更过分的是 网友们直接把王俊凯穿的衣服品牌都挖出来了 就涂着衣服质量好 高低也要整一件 结束后全妹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条动态 铁毯凯子哥辛苦了 衣服没事吧 王俊凯立刻回复 不苦不苦 就是衣服比较苦 这互动真的是没谁了 这下咱小凯们的粉丝们可不乐意了 醋意大发直接说 全妹妹 以后你把黄子涛请来玩吧 把王俊凯还给我们求求你了 看完全红禅的五集《鬼屋历险记》 给我的感触就是 胆大的凯哥 胆小的全妹 受苦的外套和羡慕的我 那么你又有何感想呢 咱们评论区聊一聊吧 王俊凯与全红禅一同现身环球影城 共度欢乐时光 两人在鬼屋的互动画面温馨又有趣 当天 王俊凯身着与周杰伦联名的酷炫外套 英姿萨爽 而全红禅则以俏皮的称呼铁毯凯子哥与王俊凯互动 尽显兄妹情深 在鬼屋里 王俊凯尽显身世风度 时刻关心着全红禅 不仅询问他是否感到寒冷 还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外套借给他保暖 全红禅则展现出了少女的可爱一面 在鬼屋外开玩笑说要扯坏王俊凯的衣服 实际上却只是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 这段视频和图片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反响 网友们纷纷羡慕两人的友谊 称赞王俊凯的细心体贴和全红禅的活泼开朗 有人甚至表示自己被两人的互动磕道 认为他们年龄相仿 关系亲密 宛如兄妹 与此同时 也有网友提醒大家要理智对待这段友谊 毕竟全红禅年仅17岁 这次活动不仅让王俊凯和全红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也鼓舞了众多年轻人勇敢面对恐惧享受生活 不少粉丝表示受到两位偶像的感染 他们也想勇敢的去追求快乐 珍惜每一个美好瞬间 总之 这次环球影城之行 成为了王俊凯和全红禅有意的见证 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跳水行星全红禅与偶像明星王俊凯的友情 在一次鬼屋探险中悄然升温 全红禅作为王俊凯的粉丝 一直怀揣着对偶像的敬仰 而这次两人难得共同出游 选择了鬼屋作为目的地 在探险过程中 全红禅因恐惧而紧紧抓住王俊凯的衣服 这一幕既展现了她的娇小可爱 也透露出她对王俊凯的深深信赖 事后全红禅心怀歉意 在微博上关切地询问王俊凯的衣服是否安好 王俊凯则以幽默回应 巧妙化解了尴尬 让两人的友情更加深厚 这段跨界友情如同一段温馨的短剧 让人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美好 全红禅的续心与王俊凯的大度 共同谱写了这段友情佳话 愿他们的友情能够长存 成为彼此人生道路上一段珍贵的回忆 而这次鬼屋探险 也将成为他们友情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永远铭记在心 王俊凯与全红禅 在热门综艺节目《勇闯鬼屋》的镜头下 全红禅展现出了与赛场上截然不同的一面 他紧张害怕 紧紧拉着王俊凯的衣服 仿佛找到了很坚实的依靠 而王俊凯则展现出了他的温柔与担当 面对全红禅的惊恐 他没有退缩 而是用坚定的眼神 不仅如此 两人还在八月份的电影 刺猬首映礼上初次相识 从那一刻起 他们的交情便如同电影中的情节一般 充满了惊喜和感动 王俊凯真是太幸福了 能够和全红禅这样的全球冠军成为朋友 一起参加首映礼 一起录制节目 这样的感情是多少人梦寐以求 却难以得到的 他们的交情 无疑成为了娱乐圈和体育界的一大家话 全红禅 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他在跳水领域的卓越表现 让他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然而 今天我们要走近他 赛场之外的有趣生活片段 在他充满奇幻与惊悚的环球影城鬼屋中 全红禅展现出了他可爱又胆小的一面 与王俊凯一同踏入鬼屋的那一刻 一场别样的冒险 就此展开 胆小的全红缠在鬼屋中 仿佛置身于未知的恐惧海洋 他像一只受惊的小鸟 被吓得四处乱窜 而他的保护神王俊凯 则显得格外淡定 仿佛鬼屋中的一切都无法撼动他的镇定 全红缠紧紧地拽着王俊凯的衣服 那力度仿佛要把衣服拧成麻花 又像是抓住了在恐惧海洋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童真的可爱 十二因为害怕而尖叫 十二又因为王俊凯的安慰而稍稍安心 这种真实的反应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赛场之外的 更加鲜活的全红缠 从他紧紧拽着王俊凯衣服的举动中 在面对恐惧时的本能反应 他没有赛场上的那种自信和从容 取而代之的是最真实的害怕和对他人保护的依赖 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即使是奥运冠军 在生活中也有他脆弱的一面 这段有趣的经历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来 让无数网友看到了全红缠不一样的一面 大家在欢笑之余 也更加喜欢这个真实可爱的小女孩 他不仅仅是赛场上的冠军 更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和有趣灵魂的普通人 全红缠的这些生活 瞬间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 点缀在他的人生轨迹上 无论是在跳水台上的光芒万丈 还是在鬼屋中的胆小害怕 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独一无二的全红缠 他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我们期待着看到他更多不同的一面 也希望他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继续绽放光彩 这个尖叫的声音是否熟悉 你没听错 声音的主人就是钱红缠 缠宝这次可被吓坏了 12日晚间 钱红缠更新设媒 树的视频硬是让粉丝笑出声 更是大饱远服 一位视频还有一个主人公 王静凯 原来 这天钱红缠和王静凯 去环球影城逛鬼屋了 这次可算是玩了回大的 别看钱红缠在凑水这个项目是天花板 散到了鬼屋 奥运冠军的光环可不怎么好选 一次又一次 钱红缠被吓得透气 一路走下来整个都是前妹的尖叫声 一旁的王静凯也是太早了 他不仅不安慰前妹 而且还在一旁偷笑 当然 王静凯也非常贴心 钱红缠一举拉着他的衣服 王静凯硬是没退一去 貌似衣服还被前妹战坏了 不得不说 钱红缠还真的是胆肥 这次的粉丝剧情应该会让前妹满人吧 当然 钱红缠能和王静凯一起度过开心的一天 这也算是赚到了 必定钱红缠很喜欢王静凯啊 王静凯也是好脾气 他当钱红缠像亲妹妹一样 粉丝们也是不气 钱红缠交给王静凯 我们当然是放心啊 玩归玩 闹归闹 这种开心的时间浮个太多了 因为钱红缠即将回归到训练中 据悉 钱红缠如今在广州爱沙岛体育中心训练 怕如今归醒被转离 还是要够掉 我可以吃了 我可以吃了 我可以吃了